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追问柯文哲未来是不是真的打算跟民进党组联合政府 柯文哲始终没否认他还透露如果当选这些小鹰爱将他先不动 我已经想好如果真的当选的话我在前半年不会去动军事情报 说是警察这种重要的人士先力求他能够稳定的度过 换句话说像是挨轰配合小鹰打孔中牌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等人 可能通通不会动柯文哲多次说要走蔡英文路线 甚至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投票倒数时刻阿扁脸书po图 一个穿西装的眼球人一颗眼球 右下角还有陈水扁微微笑 谐音正同唯一 而封面五个大字正好就是柯文哲的竞选口号台湾的选择 破解阿扁秘语关键元素合起来 难道是唯一支持一号柯文哲 柯粉嗨翻留言大赞 感谢阿扁支持台湾的选择 国民党做了广告这么说 柯文哲呼喊政党轮替 但为什么要找民进党一起阻隔治国 甚至小鹰爱将的位置也不动赵少康这么炮轰 对我觉得柯文哲真的不要躲了 我既然敢清楚在这边讲 选后侯康绝对不会跟民进党组联合政府和联合内阁 也绝对不会跟民进党商量 立法院合推院长副院长 你柯文哲有什么不敢讲 你不能说这边骗那边也骗 长久以来就是这样 东骗一点西骗一点 今天这样讲明天这样讲 今天我是深绿的 明天我又骂绿的 最好不表态 最好左右逢源 但是不可以啊 政治就是要有立场 选前倒数计时 柯文哲嘴上喊政党轮替 就怕实际上做的和他说的都不同 好选前最后关头侯友宜强调 应该要这个政党轮替的话 蓝白就要共同合作 他说柯文哲 你不要再搞绿白暧昧投机分赃了 好赵文哲也认为呢 柯文哲不能够蓝绿都骗 蓝也抓一点 绿也抓一点 因为知道要你讲清楚会痛苦 那么因为呢 不表态就能够左右逢源 但是政治必须要有立场 政治人物必须把话给讲清楚 他要柯文哲别再躲了 好柯文哲则说呢 民众党是用人为才 不分颜色 为什么要搞成政府里面 都没有绿的人呢 这样很奇怪 气宝搞到走火入魔了 好了 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而已吗 虽然说他现在都推给了气宝 可是我们直接来回顾一下过去 事实上柯文哲除了 绝口不提下架民进党之外 他提名的不分区 包括像是黄珊珊 黄珊珊大家都还记得吗 在过去蔡英文选总统的时候 她可是在这个集中选票翻转的 绿营文宣上面也参一咖 所以呢也传出说 是不是这次如果她当选了 民众党的这个不分区的立委之后 就要跟绿营合作来抢立法院的副院长呢 再来看到另外一个被提名的不分区 黄国昌 先前就站在蔡英文的身边 一起搞太阳花 帮助绿营夺权不是吗 甚至还有陈昭姿 陈昭姿呢大家都知道 她其实呢就是啊 以前陈水扁的这个叫做 医疗小组的发言人 最近她也出来说话 她告诉扁友们啊 阿扁的好朋友们 你看是谁放着阿扁八年不闻不问呢 你看矛头对准了这个民进党了 她说不要再提柯文哲的装病说了 那早已经取得了陈水扁的谅解 她在柯文哲的场子 找回了昔日大家停扁的热情啊 所以呢民众党底下的人 大家都很停扁吗 她感受到了停扁的热情啊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陈水扁她也有了回应哦 在脸书上她PO出了这么一张图片 是不是含义非常的明显呢 她虽然没有说她要投给柯文哲 可是上面写了台湾的选择 接着呢一颗大大的眼球 上面还有一只绿色的青蛙呀 大家都知道民众党的这个造势场合 很多人都会扮成青蛙有没有 穿青蛙装 然后一颗眼球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指一号柯文哲吗 所以阿扁是不是要来拼特色了呢 因为事实上所有的候选人 就只有柯文哲一个人说 她要特色陈水扁啊 所以呢难道真的是绿白要合流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 先前支持蓝白盒的时候 为的是希望能够合作 下架贪腐政权 问题是到现在柯文哲 不愿意给大家一个承诺说 他不会和民进党一起合阻联合政府 那这些想要下架贪腐的民众 真的有信心可以把票投给 自称深绿的柯文哲吗 会跟投给赖清德不一样吗 绿白会不会因为政治利益合流 结果呢 柯文哲跟着霍悉尼这样下去 真的能够达到下架贪腐的 这样一个目的吗 沈风老师 柯文哲现在最气 就是气宝 人家谈气宝他都很生气 但是他现在努力的在做气宝 而且在帮国民党 你不觉得吗 今天这做法就是把所有浅难 跟中立一点的选民往谁推啊 往国民党推嘛 谢谢谢谢 哎呀非常的感谢 我们不好意思收的 你都做出来了 这本来说我们收节 不好意思 怕把这个蓝白河的气氛给破坏了嘛 但是谢谢你 你收出来 你做出来了 太感激你了 哎呀我都平常要讲话都不好讲了 所以我这样顺着你的话讲 不是我说的 我顺着你的话说的 第一个 就是你当选了之后 你要把民党这类机构 国安机构 顾立雄 你觉得好维持下去吗 司法单位 那一票到现在为止 公开最选的那一票人 你觉得可以用下去吗 你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的手里啊 不能怎么这样子 哎跟你当年要出来选总统 要蓝白河的时候 抽来抽去 想借国民党的力量来选总统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早就说 不是蓝白河 不是超越蓝利 不是超越蓝利 在我的看法里 他是呢 苟河蓝利 很难听的叫苟河 那很简单嘛 你看到部门记本来 跟他现在的话言不是吗 当有了黄国昌 当我的陈超之 放在那里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要不要缓台独 所以 柯文哲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讲过 反对台独 或者反台独这几个字 你们谁可以找出来给我看 第二个 柯文哲到现在为止 从来对所谓的一中 是闪闪抖抖的 然后在那次变定位里面 终于被逼出来 我又从来没收过一中 这也是他说的 OK 第三个 他说我是茉莉 因为我的新中还是立的 那这个立的呢 从哪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只有修理新潮流 没有修理民进党 各位有没有注意 新潮流是民党一部 但是新潮流不代表民进党嘛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因为他还在期待 期待啊 假如跟蓝的合不成 他可以过去跟随和 跟利的合 这种摇来放弃啊 他所享受到的 言的特权 跟这种摇来放弃的特权 是不久 你就会消耗完毕的 你的赏费期 已经快差不多了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他是台湾 唯一可以言论免责钱的 讲错话了 就嘴巴插一插嘛 所以现在 我当选总统生了孩子 就马上汇一百万 到他的户头 有没有 结果讲完以后 他马上说 没有啦 那只是我的想法 很恐怖耶 假如有一天 就能当总统 然后呢 就讲出去了 啊不对啦 那个灰蛋 灰到一半了 有没有 说哦 回去啦 回去啦 那只是我的想法 笑话嘛 金无戏言 不能再像小丑一样了 所以 大家呢 当你在一面 在骂 国民党这边呢 所谓的气宝 你很气的时候 那我真的谢谢你 因为你现在 用你的言论 用你的行动 正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是中立的 只要我们是请男的 我们绝对不能投你一票 甚至只要我们想下架民进党的 绝对不能投你一票 就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准备 跟我们要下架的人 要怎么样子 要煎搭鞭 够搭鞭的 这裹荷在一起 很抱歉 你想裹荷 我们没有乐趣 柯文哲今天在国际记者会上说 他要是当选的话 他半年之内不会动军事警察 情治单位的人士 甚至也再度强调 他的国防外交都要走蔡英文路线 过去七年多 不就是因为蔡英文的两岸外交路线 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吗 这也是有不少的百姓说 希望可以政党轮替的原因之一 结果一直强调说要改变的柯文哲 现在告诉大家说 他要继续走蔡英文的这条路径 依照柯文哲的逻辑 配合蔡英文打抗中牌的顾立雄 隐瞒飞弹穿越百姓头顶的国安官员 甚至是这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人 去把这个所谓的卫星飞过头顶 弄成了一个国家级的警报的 这同一批人 那通通都会被柯文哲给留下来 都不用换掉了吗 那这样子跟政党轮替 有没有政党轮替有差别吗 宾哥怎么看 其实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就算是古代的太子继位之后 通常他上来 也会把所有的将领啊 大臣全部都换掉 换成他自己人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他才比较放心嘛 也比较好运用嘛 这很正常 他的意志才会贯彻嘛 不然的话都是 还是他爸爸的老灵魂在贯彻 所以以前乾隆皇帝 那时候后来虽然变太上皇 可是那个嘉庆你以为真的是他在做主 虽然他名称叫皇帝 实际上真正掌权了 因为所有的大臣都是他爸的大臣嘛 所以用人还是他爸爸嘛 所以今天 柯文哲难道在告诉我们说 实际上真正执政还是蔡英文 他只是个傀儡 他是要这样告诉大家吗 那柯文哲会做这么笨的事情吗 那以柯文哲 他对人的这种态度 他能够容忍蔡英文的这些人吗 其实我告诉大家 柯文哲根本不会这样做 他为什么要一直不断强调这个东西 请注意今天是国际记者会 他是讲给外国人听的啦 因为他也知道 实际上 不管是翁吕中英好 或是最近那个 就是有一些录音带传出来的状况也好 就是美国人其实对柯文哲也是非常不信任 因为根本不知道柯文哲到底 到底他真正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 所以柯文哲自己信头也很清楚 因为他也访美 然后也去跟美国人对谈过 虽然他回来对外宣称说 美国人都很相信我 美国人可以接受我 实际上他自己信头很清楚 美国人对他并没有那么信任 所以他今天开这个国际记者会 目的就是为了要取得外国人的信任 希望他们相信他说 你凶我 我就算上来 我的路线都会跟蔡英文一样 不会改变 你们可以放心 他要讲的其实是这个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请教一下 蔡英文的外交路线到底好在哪里 一个上任之后丢掉八九个邦交国的路线 到底有什么好 一个上任之后把我们的海峡中线丢掉 到底有什么好 一个上任之后除了爆美国大水之外 台湾在国际上一无斩获 请问一下 这到底对台湾好在哪里 贸易上面也没有讨到任何便宜 马英九的时候 至少免签国签了一百多个 国家 请问一下蔡英文签了几个 马英九至少跟纽西兰 跟新加坡签了FTA 请问一下蔡英文跟谁签FTA 然后你宣称要加入的CPTPP又在哪里 全部都没有 所以蔡英文路线根本就是个失败路线 但是蔡英文路线这句话 为什么赖清德跟柯文哲两个同时都要讲 因为这都是讲给美国人听的 讲给美国爸爸放心的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因为柯文哲他每一次的动作都在不断地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他就是为了因实质疑 也就是今天这个时机需要我讲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 讲完之后再告诉你 可能那个时候情况不一样 那个时候怎么样 像刚刚提到他说九二 他在国际计划委会直接讲说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 可是你知道污名化九二共识是谁吗 就是柯文哲 他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跟国际媒体讲说 跟BBC讲说九二共识是一个没有公司的公司 所以根本就不是一个不符现实状况 所以一开始在污名化九二共识是谁 就是柯文哲自己啊 然后你当初去污名化九二共识 现在在告诉他说 因为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所以我们要换一个 你看自产自消就送人莫名其妙到极点 那我又觉得当然他对内的说法就会不一样 他在说其他的东西我们要改啊 比如说两岸之间我们就会 就会跟那个蔡英文不同 他有自己的路 请问一下他两岸之间的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你仔细去看看他的五个互相 他那个五个互相跟蔡英文当年的求同存异 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我认为中国大陆就算你可以不说九二共识 但是你最起码一个原则也就是九二共识的基本精神 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也就是你要承认你是中国人 这才是中国大陆愿意跟你讲 我认为你既然不讲九二共识也没关系 只要你讲我是中国人他就OK 我认为真正的通关密集者 可是你认为柯文哲会讲吗 不会 所以柯文哲上台之后 他其实还真正是完全延续了蔡英文的困境 也就是两岸之间还是没有办法沟通 那在国际之间除了警报美国大腿之外一筹莫展 然后面对对岸的步步进逼 你还是只能够装傻 这就是蔡英文的现况 也就是未来如果柯文哲执政的话 那一定会出现的现况 好 选前的最后一天 很多人纷纷表态了自己要投票给谁 包括了陈水扁吗 因为他昨天贴了一篇文章 提到了台湾的选择 引发了柯振营的热烈讨论 事后呢 前陈水扁医疗小组的发言人 现在柯文哲提名的部分区立委的候选人陈钊姿 就发文向扁粉们喊话了 他说过去八年到底是谁放着阿扁不闻不问呢 还说他在柯文哲的场子里面 找回了昔日停扁的热情 其实停扁的态度当然是招然若揭了 而过去陈水扁的这个弊案 是国际公认的贪腐案件 他现在能够保外就医到处爬爬灶 也被不少人视为就是司法不公不义的象征 结果呢 柯文哲透过了陈钊姿向陈水扁来示好吗 先前甚至是他还说 当选的话就要来研究处理陈水扁的特色问题 这样的一个承诺或者是保证 甚至是超越了蔡英文的说法 所以民众眼中的贪腐不公不义 结果柯文哲现在选择要来勒挺吗 同委员怎么看 台湾这个民主的进程当中 柯文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里面 产生了柯文哲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的政治家跟政客的差别 柯文哲就是典型让我看到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政客标准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天只要能够迎合 近现在能够尽量吸收到选票 他就可以转变他的说法 包括今天跟陈水扁的行为也是一样 其实陈水扁的问题 从马总统时代一路下来 大家都有感受到 马总统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用人道的方式 给他一个好的代表 但是整个案情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知道 没有审理完毕以后 如果没有审理完 这个案子根本不可能特赦 特赦是宪法给总统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可以行使的权利 事实上其他国家也有行使过 比如说南韩的金在寅 就刚刚特赦了这三星的少主 为什么特赦 他就说因为经济考量 怕韩国的电子产业 因为这样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特赦了这个三星少主 那一样在台湾 现在陈水扁的事件 从马总统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时候 我们给他的这个2015年 还是中国时报好像是率先 提倡说 因为了人道考量 让他能够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之后 就给他这个保外管理 他可以在外面趴趴走 当然很多民众就很不合理 那换到蔡英文执政 照理说民进党对民进党 应该有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可是我看蔡英文这八年来 果然在2017年 也就只有在 到南海平衡访问的时候 稍微讲了一下说 如果在社会与情 能够同意之下 才会考虑这一项 所以才会导致陈昭智说 八年来都没有处理 那现在换到柯文哲 就顺手把这个东西带过来 但是他不知道 你要特赦 你要我就讲 社会要能够平衡 而且是不是要通过 这样的法律特赦 如果你是自己说我自己特赦 是不是符合大家的追 大家的意愿 所以我说过这个 柯文哲这个人 太厉害 从为什么 从当时我们说 蓝白河的过程 我不知道大家 还有没有印象 去回想一下 去年11月 为了蓝白河 你知道全世界的人 都在关注 到底合不合 因为大家实在太期望合了 我记得我们侨胞朋友跟我讲 前一天晚上不睡觉 半夜都爬墙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蓝白 能够合那种心情 我真的那时候感同身受 但是最后不合的时候 到最后一秒 而且还不是在那个登记前 大家一路拖 从登记的最后一个 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一直到 马总统羞辱 在这个饭店羞辱 在这个军月饭店的羞辱 他没有成 然后又一路开始 在不断的 又一直拖到登记的最后一天 我们确认了 柯文哲这个人 真的不可信 为什么不可信 去年你看 光这个过程当中 玩弄了全世界所有支持 蓝银的那个心 好 中间选民也在看 如果说今天真的蓝白 大家放心了 台湾回归一个 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政治环境 结果没有 所以柯文哲的所有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完全对他没有信心 今天他所讲的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相信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希望得到 陈水扁的这个扁迷的选票 他对你讲这样的话 但当他上任之后 他是不是follow 就像我讲 他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 没有团队也没有包袱 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呢 就像台北市的八年来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大巨蛋 我们台北八年来有多少进步 你看到台北市八年来的进步在哪里 为什么去年蒋万安出来 大家这个众望所归 因为大家真的觉得 我们的首都台北市在柯文哲的八年里面 真的看不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国际都市的一个格局跟进展 这就是我对柯文哲的看法 所以这个人的不可信就是我讲的他是一个政客 那反观回来 这次的选举 大家如果蓝白不合了 那就是兄弟跟登山 大家要各自努力啊 那我们各自努力的情况之下 你要想如果你票投柯文哲 是不是就支持赖清德 很简单 因为撒喀都的情况之下 大家很知道蓝白不合 我们现在也不用讲气宝 为什么 因为台湾现在最多的选民是中间选民 自主选民 你自己想好了 你要投给谁 那你投的一票就决定 将来台湾的未来 因为民主政治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不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柯文哲的所作所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今天扁民你选择 是不是你希望陈水扁能够最后得到解脱 是不是寻求台湾 真正能够遵循所有的这个法理 台湾的国民党是真的遵求道理 大家看马英九就知道了 我们有一百年历史的政党 还是有它的规矩在那里 有规有矩才成方圆 不过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发现到 整个选战越到了最后阶段 柯文哲似乎是对蓝营的炮火 越来越猛烈 反观对民进党 似乎是越来越温和 甚至今天他又再度重申 要遵循蔡英文的路线 媒体人张雨萱就分析说 他认为这个柯文哲担心国民党 会取得政权又在国会过半 所以柯文哲的利害关系 和光谱已经悄悄的开始转向 变成跟民进党一致了吗 这个张雨萱说 就如同当年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卖掉韩国瑜 跟新潮流士好一样吗 现在的柯文哲 是不是已经不是先前 要和国民党谈蓝白核实 希望下架贪腐的那个柯文哲了吗 所以在选情的最紧绷时刻 这个大家心目当中贪腐的代表 陈水扁要跳出来挺他呢 民进党现在愿意要把凯道的设备 在这个选前之夜借给柯文哲来使用 问题是造势的舞台可以共用 但是政治舞台可以共用吗 还是说虽然人站在舞台上的是柯文哲 可是背后的总导演 就像刚刚兵哥说的其实是蔡英文呢 历史哥 哎呀这个就是怎么样了 他想要让民进党有个跳船潮啦 就说你看现在啊 这个赖清德的绅士不好啊 搞不好呢 你可以绿营你可以投我支持我柯文哲 有这个机会 那我跟你们绿营是DNA是一样的 他自己说过我生绿DNA嘛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 因为刚才主播讲到一些几个关键 他为什么不要换这些国防外交两岸 这些都是蔡英文的人嘛 蔡英文是总统管的是国防外交 行政院 其实现在也慢慢都换他人 但是呢 毕竟之前苏貞昌留了很多 很多的派系可能是新潮流共治 因为你想是派系共治 但至少国防最有名就顾立雄啊 顾立雄他以前是泄系 那后来就去英系了嘛 那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想办法 跟这英系来合作 为什么 当年英系整赖清德整的可惨的啦 2019年赖清德当党主席 第一件事情啊 从上到下清洗一遍 那个时候哪一些真的有在里面出手 对付我的 尤其甚至他换到什么程度 他连小党工都处理耶 很多人就这样就被清洗出去了 那他现在就是 柯文哲就是要找这些人 讲一个关键人物就好了 黄成果啊 黄成果啊 黄成果因为赖清德排黑条款 基本上已经被清掃出去 黄成果最近私底下跟谁密切往来 不要骗了嘛 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嘛 都有媒体报道出来了嘛 黄成果就是英系最重要的嘛 那之前还是国策顾问 另外呢 他现在找谁 找独派 因为独派啊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跟赖清德是铁杆 但独派有点分裂是什么 支持阿扁的独派 跟对赖清德现在这些独派有点不满 虽然赖清德上一次 他在辩论会讲了真心话 中华民国灾难 然后后来又修正说中华民国宪法灾难 不管哪个都很灾难啊 但是 这些独派里面 还是有些人对赖清德是不满意 而且他对曾经拉麻他的陈水扁 我的天那什么态度 所以他现在也要拉一点这些独派的票进来 那但是你当你拉了这些票进来的时候 你就必然产生质变 什么样的质变呢 过去所谓无党无派的第三势力 他就一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斜 而这个偏斜 就会导致他在票源的选择上的时候 他一定要跟蓝颖切嘛 另外他也担心所谓的弃保 或者是集中选票的效应 也就是说 很多人对于民进党的执政是有不满 尤其是怎样换人做看看 这是台湾人的一个 应该说DNA啦 真正的DNA在这里 你看当年胡志强怎么挂掉了 胡志强最后不是说做的真的很不好 但是林教能够起来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大家觉得想换人做 你做事就做太久了 做十几年了 也要多人多人 2018年 当时韩国委会起来 有一部分的情绪也是从这边开始的 因为那个市长 虽然当然是代市长 但其实是成局留下的位置嘛 好人多人啊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 那换人做看看的这种情绪 哇 倒向谁呢 他有一个集中选票的效应 也就是我们之前常常讲说 就是大多数的选民希望 能够下架现在的执政党 能够换党做看看嘛 那柯文哲要担心说 这些票完全的倒向国民党 那怎么做呢 那就跟国民党兼比亲野啊 那兼比亲野的做法就是 我不断的跟国民党来吵架 而且呢我话越讲越白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啦 因为这样可以就是说 能够真正来检视 到底柯文哲心中所想的是什么 最后啊 因为刚才有前面我提到 国际记者会嘛 那我就想要来问几个问题 来问柯市长柯主席 就是说 第一个柯主席常常讲说 What 他很会解释问题本身 比如说两岸关系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啊 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之后就说 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克 什么哎呀 这个该对抗对抗啊 该竞争竞争 该合作合作啊 可是我问你啊 什么时候对抗 什么时候竞争 什么时候合作 那才是重点嘛 找谁制作 找谁处理 那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要讲个直白的 就是说柯文哲他一直回答 在回答问题的层次上 但是如何做是需要有 团队的层次 这个才是我们在看 这场选战的一个重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柯文哲今天召开了 国际记者会 他说他要打造社会和谐 政党和解 两岸和平的台湾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提出三张国阵的处方签 如果胜选的话 会创造社会和谐 政党和解 两岸和平 让年轻人感受充满希望的未来 很会讲 他说台湾民主成熟 军警情报系统已经相当中立 所以我当选之后的前半年 不会动军警情报的重要人士 哇 听到这句话谁最高兴 那当然是顾力熊了 位置稳了 所以呢 真的是因为这个叫做 因为民主成熟 所以军警情报系统很中立吗 很中立吗 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还是其实就是因为 他没有治国的班底 根本没有办法换人呢 那当然也有的人呢 可能认为说更加这个 怀疑他居心不良的 可能就是像是兵哥的说法 就说其实是蔡英文 他跟英系 已经准备要来合作了吗 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柯文哲的幕僚 前幕僚呢 开始出来这个讲话了 事实上呢 这个他就说呢 柯文哲啊 他过去不是有了市府立院政党的班底吗 那团队应该会更强吧 结果呢 是发生了更多的内斗 更多的人才离开 党在不精准管理之下 快要破产了 重视文宣网络发展 却不重视扎实地方工作 连柯文哲都知道 只有黄国昌最强啊 这个吴静怡也说呢 你没有带领团队 成为更为成熟的团队 你成为百万网红的时候 你的团队 还是没有你自己栽培的人才 他说柯文哲团队 就跟疯狗一样 咬媒体 喷蓝绿 仇恨分裂群众 遇到问题 开始说谎 还能够装傻制造更多的话题 你真的是超棒的 哇 曾经跟柯文哲 合作过的前幕聊 这是对他的评价 侯友宜怎么说呢 他说决定台湾的未来 白色力量的同伴是绝对的关键 侯刚主张绿做的不好 下台负责共组蓝白联合政府 但柯文哲却说 国会内阁和绿蓝都能够合作 那这不是抛弃的责任政治的 是非基础吗 这不是权力分赃吗 难道柯文哲要的联合政府 是绿白合作要棄蓝保绿吗 造势舞台可以共用 可是政治舞台真的能够 共同起舞吗 蓝白政党没合 可是蓝白人民用选票可以合 白色力量别再被少数的幕僚 给带错路了 要政党轮替 就要由蓝白来共同合作 那么事实上 我们也看到在最后关头 这个国民党方面也推出了 新的一波短影音 里面话讲得很直白 投柯文哲一票 民进党高兴死了 因为柯文哲说他可以绿白合 所以抱歉了柯P 我们人民是真心想要赢 也就是想要政党轮替 我们可以看到 连他的前幕僚都出来痛批 说柯文哲 他就后来简直就变成 是一个百万的网红 可是却没有他自己栽培的人才 如果说只能够透过叫做 分裂群众来处理装傻 制造更多的话题 没有一个治国的班体 只出一张嘴像这样的人 如果他要是真的拿下天下 有办法治理天下吗 沈丰老师 我觉得所有对柯文哲的评价 这一位吴静怡大概评得最好的一位 因为毕竟身在旁边 近身观察 描写起来比我们从外面 在摸手看到可能还有更大的差别 很精细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从他在这个国际媒体记者会里面讲的这三点 假如我们过去受过了文清式的宣传 受过了蔡英文的文清式的学法 那以后我们要去忍受未来这种文宣式的解法吗 这是标准的文宣口号而已 这个谁不会 我一定让社会公平正义 有没有哪一个候选人在讲 我让社会不公平不正义 会有哪一个社会讲说 我出来让社会不和谁 让台湾不安全 会吗 死为了是红子嘛 所以这个叫做形容词 大家在意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常常想 说蓝白还好没有和 蓝白和你会出现很痛苦 一个稳定的 较为稳定的 较为诚实的 较为木纳的佛友宜 去面对一个这样多变 然后以网红至居 天天讲座话 无所谓插插嘴巴 笑一笑 那摇个头就过得 欸 那也气笑耶 也就是说整个前几天 大概别的事不处理 专门处理他的问题就好了 我说还好天佑台湾 这一次刚好没有合成 那那合成呢 还真的是悲剧 他真的 所以大家开始的时候 有很大的期待啊 这个期待 真的啊 因物质而贼合 因了解而分手 还好现在分手在前面 而且恐怖分手 如果我来说 你会刹刹死 是 刹你等 第三个 他说啊 他当选之后 会延续啊 什么情治 军事啊 还有什么 这个这个 情治 军事 还有什么力量啊 等等 因为说这些人 已经是中立了 你 你 你相信我们的国防中立吗 那中立的话 那怎么会哦 卫星警报呢 那卫星警报 明明被政府栽赃啊 然后他敢讲话吗 各位这个栽赃是很严重的哦 这个栽赃就表示 是军队脱离文官的掌控哦 军队脱离的宪政机构总统的掌控 可以像自走炮一样哦 假如真的是这样的事情 自从国安部长一下 到所有的负责的将官 通通都要解职啊 因为你变成一个自走炮嘛 可是这样的就让他敢讲一句话吗 吞啊 这叫中立 这叫爱做官 那为什么民进党不敢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 真这样会暴露出来 中立吗 情治单位 我的天啊 你觉得检掉中立吗 检掉不是设在中立 不是设在讨论 设在新店 你以为他在中立啊 以为设在中立就中立啊 这笑话 你看现在多少所谓的债嫌 都是谁出动的 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出动的 指挥警察局出动的 其中最荒谬的是谁 就是去年六月份 刚退下来的苗栗县刑警大队的队长 然后被他的旧部署啊 抓去 然后在那里侦办 中立在哪里啊 中立不是在台湾的旁边耶 中立是在我们的 对于一个政治信仰基本的良知 对于宪法规换的一个基本的遵守耶 所以当你讲出这段话的时候 我我那我的天啊 那那那那我们政党轮替干什么 司法不用变 情字不用变 国安单位不用变 那我们轮替要干什么啊 有意义吗 所以我刚刚在前一段里面 我说谢谢谢谢 谢谢柯文哲 努力的在做气宝 因为我们本来讲气宝 还真不好意思 各位可以看 那个广告一点都不会阴隆他 支持了柯文哲 就在那支持谁 就支持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情 通通都会发生 他当网红比当政治家还有兴趣 他每天活在他那个网络的世界里的掌声啊 可能比对人民做实事还有兴趣 所以大家明天选举 心头聊天 大家票都倒下去 好 大家刚呼吁啊 这个柯文哲应该在选前承诺 他选后不会和绿营来合组联合政府 不会在立法院和民进党 合推政府院长的人选 但柯文哲却反向说这是在操作气宝 他是用人为才 过去柯文哲在台北市政府时任命的官员 不是跟民进党借降 就是靠着海选啦 或是别人推荐啦等等 八年下来他换了113个官员 现在身边也只剩下了少数的主战派 结果呢 现在呢 还不愿意承诺未来他不会绿白合流 侯友宜就向白色力量喊话说 蓝白政党如果没有合 可是蓝白的人民其实是可以用选票来合作的 侯友宜说侯康主张 民进党做不好应该要下台负责 共组蓝白的联合政府 可是柯文哲却说 国会和那个他都可以跟绿营合作 最后一就质疑了 那你这个是抛弃了责任政治的是非基础吗 所以呢 这是不是一种权力的分赃吗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发了一个最新的文宣说 投给了这个柯文哲的话 民进党高兴死了 这是不是有冤枉柯文哲还是没有冤枉他呢 冰哥 我觉得用人为财只是个口号而已 讲的跟真的一样 实际上他用的人有什么财 请大家告诉我 比如说他这一次在他身边这几个大将 黄珊珊也好 黄国昌也好 然后陈昭芝也好 请问一下他们的财能在什么地方 黄珊珊就是帮他直接输掉台北市吗 这种财能吗 黄珊珊内斗看起来很厉害 现在在民众党内部 听说他们斗得不可开交 那黄国昌呢 黄国昌就是上一任他坚定支持蔡英文啊 不是吗 然后为了他自己跟他现在时代力量 过去的所有的老朋友全部闹翻啊 黄国昌就是这种财能啊 那黄国昌过去也指控过韩国瑜岳父家 第一里头埋东西啊 请问一下挖出什么东西来了 没有啊 那黄国昌有道歉吗 所以克文哲身边都是这一类人嘛 所以他为什么会在八年之内 换了113个人 其实不是单纯的 就是这些人的才干不足 而是很多人根本看不下去 根本受不了他 所以才走 不是克文哲把他们发掉 很多是自己挂关求去 所以我不认为克文哲有用人为财这件事 实际上克文哲就是一个机会主义 他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 我认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联合政府 在他的设想中 其实因为他自己心里头很清楚 他的民众党根本就没什么人才 因为他自己都讲啊 我觉得他讲这句话超好笑 他说因为民进党成立30年 所以呢我们民众党才四年 所以民进民进党的幕僚 一定比我的幕僚强 我那好想在你旁边的人 脸上是不是全部都三条线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旁边都一堆废物若鸡 是这样吗 那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你不应该比民进党啊 那国民党已经100年啊 那国民党应该更强啊 那你应该直接投靠国民党啊 那你在到底在说什么 而且我跟你讲 民众党不是只有四年喔 实际上民众党大家都知道 是柯文哲的议员政党 那柯文哲从什么时候 开始培养自己的幕僚 是从他当台北市长开始喔 所以柯文哲培养幕僚已经八年喔 老实讲八年时间真的不算短 八年培养不出多少可用的人 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喔 我讲实在话 然后他明知道自己民众党的人才不够多 他也知道 他上台之后组织联合政府只有一个办法 而且柯文哲是想要用最垃圾的那种办法 什么办法 就要招降那派 他想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上台假设真的被他选上了 选上当中的他准备要干什么 就是像蓝的像绿的招手 你们来我这边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这样 他要的就是列解国民党跟列解民进党 然后变成他的 那可是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很困难 所以他才讲说 看议题啊 我跟蓝的也可以合作 绿的也可以合作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小党 所以呢 他目的是干什么 其实柯文哲讲这句话 真正的目的是 他现在根本 也知道自己没什么执政的机会 他要的就是 随时找机会 壮大他自己的势力 再借由这些的 每一次的议题合作当中 然后站对边 然后把自己的权力无限的扩张 这才是柯文哲真正的想法 好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目前陷入胶着 蓝绿基本归队 柯粉的情绪也很高昂 因此呢在选举紧绷情况之下 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 现在剩下的是中间选民 这一次选举当中 民众对于内政是最有感受 而民进党涉及的贪腐疑云是足繁不及备在 如今在蓝绿对垒熬战之下 中间选民成了左右大选的关键 非律势力都认为投柯文哲恐怕等于是保送赖清德 而侯康也多次表态要集中选票才能够扭转情势 达到了政党轮替 绿败再也胜 如果不能够集中选票 那么有办法下架贪腐政权吗 侯尔宜说要集中选票给能够治国的团队 才可能让下一届的政府是愿意服音主流民意 那么让柯文哲喊的改变才能够真的成真 这是实现的唯一方法吗 拖延怎么看 民进党执政八年 贪腐腐败 然后不公不义 台湾整个社会乱象重生 我想近半数以上的民众都希望能够下架民进党 能够完成政党轮替 所以呢 这个蓝白河我刚刚讲破局 其实让很多的这个中间的选民都很失望 很多想支持蓝白河的人都很失望 那但是我也不像刚刚盛丰大哥讲的很好 盛丰委员说的 没有河其实是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常常在海外碰到这个共产党人 我常常讲我们国民党是一个很善良的政党 为什么呢 过去在抗战期间啊 因为我本来想了解我们两边的历史是不是一样 我说国民党就输在什么呢 输在抗战期间呢 共产党是一分抗战 两分敷衍 然后七分壮大共产党 那现在的民众党跟我们是一样的带点 我们国民党一样用这个温良公俭的方式对待他 他也是一分壮大民进一分这个浮选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两分敷衍国民党七分壮大民众党 所以刚刚还没讲到非常有道理 如果我们真的蓝白和了 这一次的选我想我们会很痛苦 那但是呢 我们基于全民的利益考量 国民党是一个真正在为台湾长远执政设想的政党 他所考虑到的政策都是整个国家 因为政治的目的 我常常都很怀疑啊 每次选举的时候 总是那个所有的话都出来 因为大概政治就牵扯到很多利益的分配啊 因为太多的这个权利利益在里面了 所以呢 所有的政治家都用尽所有的方法来蛊惑民众 他做不到的他做得到的 反正你就会一直被觉得 这个是明星 这个是政治明星 大家都充满了幻想 等到票一开以后 这个人商选了 你就开始那个幻想慢慢破灭 同样我就回到 刚刚我讲的 这个政党的这个治国理念上面呢 国民党在坚持这条道路上是非常有理念 所以希望呢 尽早的集中 为什么可以合作 蓝白合作就是你们很多的政策 我们也认为是可以服国立民的 只要是对全台湾人民好的 我们都可以集中来 那当然民众党为了考量他的这个政党的利益 他当然就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所以今年大家都很客气 我们没有讲出任何气宝 大家都不会气宝 为什么因为气宝是讲 政党跟政党之间的利益 为了政党利益来考量 可是今天呢 我们不讲气宝 我们要靠中间选民跟自主选民 自己来想清楚 如果今天你没有偶像包袱 你不要再去想你喜欢的政党 你如果关系的是台湾的未来 你就要放弃这些 让我们自己第一次 用我们自己的心 为台湾的未来做决定 让我们自主的来政党轮替 这才是为台湾的未来着想 所以希望大家要理智投出这一票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屏东议长 周典论的女儿周梦荣 在昨天发文说 要集中选票支持侯友宜 才能够完成政党轮替 那因为投给柯文哲 就等于是保送赖清德 所以不会支持柯文哲 他这样的一个表态就被视为 是过去挺郭的势力 要来回归支持侯康 但没有想到今天周梦荣 他立刻现身哽咽表示 已经被收押的周典论 他的父亲 不只再度被检调借题 而且他还说检调 是依早翻墙进他家来搜索 哇 这是不是表示 只要是不挺科的 而且不挺赖的 就一定会被查吗 历史哥怎么看 肯定是这次郭董 大概是全部人里面 他明明是不选的那个 但是压力是最大的 几个点 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 虽然宣董 他就是搞了那一个郭董的信 虽然是假的 但是问题是里面有一句话 抢救郭台铭 因为郭董真的这一次 前有才狼 后有虎报 前有民进党在威胁他 后有虎报就是说真的 他这一次 因为要参选的事情 也搞得他在大陆方面 也受到一些压迫 所以现在郭董也是动弹不得 但他能做些什么 我想宣董是看得很清楚 宣董是跟他在国小就已经是 这个前后期的关系 他们认识太久太久了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那宣董造谣 然后黄国昌竟然去告发 我就说黄国昌这是干你什么关系 我就说黄国昌干你什么关系 不过没关系 因为现在很正常的理解 因为民众党现在很害怕说 郭董的票最后倒向蓝营这边 因为这个有差那一脚 我必须说到今天假设郭台铭 在晚上九点的时候 准时站上国民党的台 明天大选结果我想每个人 大概心里都有数 几%就差几% 对 就是这样 所以现阶段就很像那个水 张力一样溢满了 你再投个水 今天再加一点矿泉水 就溢出来 那天韩国瑜的比喻很生动 所以当然在郭董这个事情上面 现在大家就是非常的丰盛 那民进党是做得非常的绝 今天人家说做得很拽 第一个他收押周典论 是已经在郭董退选一个月之后 我就说你是要监测吗 是要钓鱼吗 还是要监控吗 太扯了嘛 都已经结案 都已经结束那么久了 然后第二个他收押周典论 马上当场收押近见 他后面讲说资金还没到位 那他暗示谁 当然暗示上面 那上面是谁 谁是这一次郭台铭 竞选办公室的大帐房 郭守正啊 郭台铭的公子啊 那守正什么时候出去的 还没选完 守正就飞去美国了 连郭伴自己都不敢讲 当时我好朋友黄世修 人家问他说 我不知道守正的行程是什么 为什么 不能讲 已经受到极大的压力了嘛 好 我想那个压力也是导致 最后郭董在军月饭店会谈的时候 最后他是已经先行决定说他要退出 所以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 现阶段周梦隆出来发文 我想也是拼死一搏了啦 民进党为什么没有收押他 第一个本来就很难收押他 因为没有什么证据 第二个 就是留你一条 所以让你知道喝戏啦 叫你要乖乖安分 那我觉得这个一个政党做这种程度 真是真的两日叫做恶势啦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帮忙按个赞喔 周梦隆才刚刚一发文 结果他说 简调是连夜翻墙到他家里面去搜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沈默老师 我跟你讲啊 所以我对柯文哲那句话 我很火大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呢 情治单位啊 是中立的 要把它延续下去 我的天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嘴脸啦 我今天啊 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有一个人啊 他心情问他想说 诶 这个总统 联署登记很好玩喔 然后呢 我就部署 甚至我花了钱 请人家开始去登记 登记登记完了之后 要最后要登记的时候 我说不好玩 我不登记了 请问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第二个 假如我这个过程 违缓了什么法 他有没有随迫人家 他违缓了什么 你花钱啊 你花钱去叫人家签 是啊 我签到最后 我没有去登记啊 要是我有登记了 那也很抱歉喔 这个因为你用法律上不允许 或者我们政治伦理上 不允许的方法 你去做这个动作 那假如没有呢 我们哪一条法律可以明白的确定 这个是违法 我不是鼓励这样的做法是对 而是这样子的 我模模糊糊的空间里 需要这样大动干戈 又抓人又跳墙又收手的吗 在做给你看嘛 这个就是在做给组织看嘛 这一次整个的司法单位 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业绩压力 因为民伦讲借贤嘛 那借贤主要业绩啊 去哪里找反渗透法的 这业绩不好找啊 好 所有去过大陆啊 参往旅游的有没有 全部都算数 这样业绩就很好了 那将来会不会起诉 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那起诉以后会不会判刑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这人都被你整死了耶 那你想想看 在这种整人的过程里面 这一些检察官类啊 这一些检察单位啊 这一些甚至检察局外啊 有没有业绩的 有业绩啦 那里面的业绩是建在 人命痛苦的基础上啊 有业绩 不求到极点啊 真的啊 等一下 这样的人 这样的政府 这样贵赖我们 这种政府来不管 还有道理能力 还有天良 还有人收 他们要总理 大家继续 演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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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下去